這是法治的社會 其實根本不應該存在各方面的私療 或者諸如此類的暴力問題 我的頭一直在流血 比較虛弱一點 今天血都還在 一直在流血 五點幾鐘就準備離開了 經過就見到很多人在這裡聚集 見到他們就有人拿國旗出來 放在國旗地上踩 做事就顛撲了我們國家的國旗 國旗是一個主權的象徵 香港又是中國的地方 我覺得事情就不應該發生 所以我馬上就衝過去 跟他們去理論 我拿著國旗跟他們理論 以後幾個人走上來 然後被扯了國旗和打我 當時我一直都想保護國旗 但是我一直被他們在這裡追打 出門口就繼續的人都追過來 很多人走不了 因為那些人買了車 都是沒有收手 過來打了我兩場 然後後來就防暴警察過來 然後我又護送了回去 去了意見 那時上去的那刻我們是不怕的 因為國旗都是一個代表國家的象徵 作為香港人 作為中國人都應該去保護它 事實上到了這個時候 是要停一停了 即各方面的暴力 已經到了現在的地步 我們再這樣香港玩完了 再這樣香港就快要死了 各個市民好 社會各個人好 都是要這類的暴力 你要大膽一點 要說不善 這樣才可以大家知道 社會上各方面的力量 可以將現在這樣的暴力 可以壓止下去 可以扮演一個比較美好的香港